表底 另外台南市原民会也和Sagaya族签署原住民族传统智慧财产创作专用永久非专属授权 内容包含Sagaya族男女服饰韩配件图腾与抗洪战讯传说 马拉玛火神祭 我们这个智慧财产权保护的是避免勿佑 但是如果是公家机关或是公益团体 那么基于教育体育广公益的立场上面 我们绝对是无常使用 无常的受理 这次跟Sagaya也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文物上面 然后在服饰上面 然后火神祭 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财产权 他们都愿意跟我们无常的分享 特展族的展出阿美族 格马兰族 Sagaya族传统服饰 也记录了服饰的制作方式 像是格马兰族特有的香蕉丝织布工艺等 让民众认识其中的文化内涵 原来的新闻那部 谈谈是采访报导